南无莲慈海慧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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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意 正身端坐 当愿众生做菩提坐 心无所作 结家夫坐 当愿众生善根坚固 得不动地 听讲经时 当愿众生顺佛所说 总持不忘 祝佛菩萨 师父上人 各位法师 各位善知识 今天是公元2012年11月20日 星期二 现在是晚上七点半 我们继续研究 佛说无量寿经 之前我们已经把48愿讲完了 现在要重复一下 48愿当中 48条里面有12 就是四分之一 有12个愿都是谈论到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他发了48大愿 有12条愿是有关他以后成了佛 他的佛名号功德的殊胜有12个 我占了四分之一 现在来看第一个就是第十七愿是讲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 我们再读一次 设我得佛十方世界无量诸佛 不惜之皆称我明者不取正觉 这个第十七愿就是他发言说假设以后我成佛 成了佛之后十方世界无量无边的诸佛 每一尊佛如果不会各个赞叹称扬我的名号的话 我就不成佛 也就是说希望以后成佛之后 每一尊佛都会赞叹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很殊胜 赞叹他建立了极乐世界这么好的地方 他的法门是三根仆贝 大菩萨快要成佛的菩萨 他也可以 度他们早日成佛 那么最糟糕的会多地狱的众生肯念佛 也是一样可以去极乐世界去成佛 所以他就是这么伟大 因此十方诸佛都会赞叹他 那发这个愿 就是希望他 要度更多的众生 因为如果 十方佛每一尊佛不介绍他的话 那边的众生就不会认识阿弥陀佛 每一尊佛不一定会很详细的介绍其他佛的 你看 像我们说佛世界 教主是谁现在 释迦牟尼佛 他介绍这么多尊十方佛里面 比较详细的就是阿弥陀佛 然后药师佛就在药师经里面 然后 还有我相信你们没有真正去看整部大藏经 所以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药师经的药师佛跟 阿弥陀经的阿弥陀佛 还有无量寿经的阿弥陀佛 还有观无量寿佛经 进度有三经 都是很详细介绍阿弥陀佛的 所以你看 不止释迦牟尼佛会这么做 所有十方佛都会这么做 特别特别会推荐 他们度的三千大千世的众生去极乐世界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愿呢 就是令 所有十方佛 都赞叹他 赞叹他的名号功德使到那些众生都有机会 真是这么伟大的佛也可以念他的名号去极乐世界 了生托死 成佛道 所以这个是 第一个有关名号功德的愿 就是因为有这个愿 我们才可能呢 懂得念南无阿弥陀佛 才可能得到 念佛的功德嘛 因为他名号功德很大嘛 对不对 接下来都是讲他名号的功德 第十七愿呢 就是有第十七愿 我们今天才会认识 谁 阿弥陀佛 就是第十七愿呢 释迦牟尼佛才会介绍 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愿对我们很重要 他如果不发这个愿也许我们不会 认识他 因为释迦牟尼佛不一定会介绍他 这是互相感应 如果这个愿 自然呢 也就十方佛 会介绍阿弥陀佛 就是说我们到时候我们成了佛 我们又会观察 十方世界哪一个众生以前 发过什么愿 现在他成了佛 我们应该 要感应到教那尊佛 因地发的什么愿 我们就会 相应的去 说什么法 这样明白 OK 这个第十七愿呢 就是讲他的名号功德的 然后现在看第34 是啊 大家读 设我得佛 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众生之类 闻我明智 不得菩萨 无声法忍 诸生总持者 不取正觉 这个月呢 也是讲他的名号功德 他说假设我成了佛之后呢 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每一尊佛的世界 他所教化的众生 不管是哪一类的众生 有十二类的众生 不管哪一类 胎生的 软生的 诗生的 连动物呢 如果我们念佛给动物听呢 他们听到他 也会得到好处的 你们知道吗 有一些众生是过去世是动物 因为听到佛号 今世就转为人 然后就来学佛 所以不是每个佛教徒 都是从人道转来的 你看每个佛教徒 不是每一个佛教徒会听法的 有的听不懂 怎样跟他讲 他都听不懂了 他会拜佛 他会愿意 但是呢 跟他讲道理他不太懂了 深一点的更不用讲了 明白吗 所以不是每个人的过去是修的 很多 修智慧法门 你今世听法 就比较容易 太智慧 会明白 如果你没有什么修过智慧法门 你只不过是以前因为呢 曾经有一事 或者你曾经当一只庙的狗 看庙 帮庙看 看门 或者是 因为以前的庙呢 是有 耕田的嘛 你是一头牛 你耕田 帮庙你做工 今世也可能呢 就会来学佛 因为你是出生 你闻到佛名嘛 你也会有意识会转世来学佛法 所以 不是每个人今世 死了之后 都会去吉乐世界 你们要记得这句话 不是每个人这一世就会去 那个这一世会去的人的 他一定是对 阿弥陀佛有没有信心 信心十足 有没有 怨心一定要去吉乐世界 一定有 然后会不会老实的去念佛 一定会脚踏实地去修 然后会放下对说佛的贪恋 执着 烦恼 都会放下 你才可能这一世去 如果你学佛学了这么久 还每天烦恼恼 执着 放不下 你还会再回来 你修不够 你还会再回来这边 再磨练 你才会去 你要看淡 你如果放不下这边 你就 一根草放不下 都去不了 所以 我们众生因为无始劫来 我们有我执跟法执 两种执着 所以这个执着已经熏了无量劫了 所以一下子要叫你 放下这种执着不容易 那必须要修很多事 那你修够了 你近事你就很容易放下了 你就一路一路进步 然后你会去吉乐世界 所以要拼命 用功就是这样 那现在呢 我们看 这一个月呢 就是说 假设我成了佛 十方世界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的众生之类 只要有机会听到我的名字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不得菩萨 无身法忍 诸身种持者 不取正觉 他们听到我的名号之后 而不能够得到 菩萨很高的 成就 比如就是证到无身法忍 或者种种很甚深的托罗尼 种种的种持的话 我就不成佛 所以这个讲到就是很彻底的 好处 念阿弥陀佛名号 一定以后你会证什么忍 无身法忍 然后还有 你可以得到种种托罗尼 什么托罗尼呢 譬如大悲咒托罗尼 这是种持 愣言咒也是一种托罗尼 往生咒也是一种托罗尼 各种无量无边的托罗尼 你都可以证到 我们上次已经研究有四种托罗尼 都可以证得到 那 注意起码 你现在今世证不到的话 你去极乐世界就证到了 因为极乐世界花开见佛 就误什么 无身法忍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就是因为他因地发过这个愿 他做法杖 比丘他发愿 谁闻到我的名号 一定会得到菩萨的 霸地菩萨的无身法忍 就是得到这个无身法忍 以后教化众生 你是 无功用道 你不用特别去伤脑筋 或者想说我今天应该做什么事 应该帮什么人 不用的 他活着 不用用意识分别心去做事 他自然而然 他就不用特别做意 白法明门论讲 做意就是attention 不必去注意什么 然后就 才知道要怎么去做 怎么去安排 不用的 他一举一动 就是度众生了 那就是很轻松自在 然后做了又像没做 度又像没度 帮众生做了多么 多的贡献 也像没有贡献一样 那个就是 无身法忍以上的菩萨 众生怎么对待他 忘恩负义也好 伤害他也好 他会不会难过 不会了 因为他已经 很深深的法忍 看到一切 不见有少法身 不见有少法灭 就是这种无身法忍的境界 不管发生什么事 对这个已经正道无身法忍的菩萨来讲 并没有发生这件事 他不见有少法生出来 也不见有少法灭了 也就是说 也没有看到有发生什么大事 什么事情又没有了 发生什么事也不会害怕 那就是真正的忍 真正的忍功 明白吗 我们还没有这个功夫 骂你一句你就忍不了了 对不对 误会你 你也就要一定要跟人家辨别 生冤 我不是这样 你不要误会我 要解释一大堆 没有 那个都是没有忍的 没有 我像就没有空 所以无身法忍的 当然就 空我像 法职呢 也开始 空了很多了 因为八地的菩萨已经破了 38品的无名已经破了 已经快要 快要成佛了 成佛是破了42品 所以这种菩萨的 忍功是 最高了 明白吗 所以阿弥陀佛要你得到最高的那个菩萨的 无神法忍 那这样你在度众生你再也不会迷惑也不会走错路 而且是自在的 很自在任运的来 行菩萨道 清净诸佛跟度众生 所以这么高的成就呢 如果你不靠这个名号 你单单这样子 修行啊 打坐了 念佛 念经 还是怎么样 你不念阿弥陀佛名号 你成就没有这么快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佛教尤其是大乘法都会念佛 晚课都会念阿弥陀佛 就是希望 祖师大德都知道阿弥陀佛名号功德那么大 一定要让佛教徒都要懂得念 所以为什么讲 家家观世音 户户弥陀佛 因为这 两者一个是父一个是大徒弟 这两位圣人呢太重要了 阿弥陀佛 接下来 的佛就是谁 观世音菩萨就做佛 一前一后的佛 对我们都很重要 那跟我们也特别有缘 不只跟我们娑婆世界有缘 也跟十方世界的所有 所有的众生有缘 那么我可以告诉你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又跟我们这边娑婆世界的众生特别有缘 因为在过去是 无量节以前有一次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跟释迦摩尼佛 四位就是亲人吗 那个 做爸爸的就是谁 释迦摩尼佛 做妈妈的是谁 阿弥陀佛 大儿子是谁 观世音菩萨 小儿子是谁 大师之菩萨 他们四位是亲人 然后这两个孩子 一个五岁一个七岁就死了 可没死之前就发大怨说 怨我以后 生生世世 我父母呢 不管生到哪里去 我们都要跟我们父母在一起 所以呢 当他的父母都成了佛 一尊变释迦摩尼佛 一尊就变 阿弥陀佛的时候 他们两位呢 就会在两个地方 度众生 好 世界 世界 就是有观世音菩萨 大师之菩萨 两位呢 就大儿子二儿子 就做阿弥陀佛的 大弟子 然后呢 不止如此 释迦摩尼佛在这边讲经 他们也常常来听的 也会参加当时 三千年前释迦摩尼佛讲的大称法 他们都会来出席 也会来影响这里的众生 也会带这里的众生 去极乐世界 你们明白吗 所以跟我们的缘很深 那又这么殊胜 所以你们 要研究要明白 不要把 阿弥陀佛当作也没有什么 其实不是 他功德很大 可以让你有 真的这么高的成就 无神法忍 跟种种陀罗尼 如果有的人没有听过 我们可以复习一下那个陀罗尼种词 我们看陀罗尼 陀罗尼很重要的 也就是种词 大家再复习一下 梵语陀罗尼 达罗尼 翻译成中文叫什么 种词 你们再读一下梵文 达罗尼 中词叫什么 种词 什么意思 大家都 慈善 不识 慈恶 不识 起 之意 以念 与定慧 为体 菩萨所修之念 定慧 据此 功德也 你们要知道 陀罗尼有很多意思 其中一个这里讲的就是 种词 种词有很多解释法 种词是什么呢 种词 你有得到种词的人 你就跟一般人不同了 你这个人永远都会持善 你所修的善 你不会丢失 20小时 天天你都是 只有善 没有恶 身口意 身体所做的事情 口所讲的话 心里所想 只有善 没有恶 不会丢失你的善 然后 持恶 不持起 也就是说 有种词的人呢 他有办法让自己 不起恶 一直保持 不起恶 身口意不起恶 为什么可以这样呢 因为这种种词的力量 他的本体就是 定跟慧 就是得到种词的人 就是得到了 定力跟智慧 有定力跟智慧的人 就不会被境界转来 起恶念 造口业 对吗 你有定力 人家骂你 你也当作 空的嘛 你会觉得是空 那就是有智慧 然后呢 你又能够不动心 就是有定力 所以有定力 有智慧的人呢 他就不会被境界转到起恶念 而忘了自己的善 就是这样的意识 所以 他说 菩萨所修之念定会 具此功德 就是因为菩萨有 修 Mindfulness of Samadhi 就是他一直保持正念 我又有定力 我又有智慧 一切都是空 本来就没有的 是我们于此无名才觉得有 我何必要这样子去生气呢 都空的 对空来生气 不是很笨吗 就跟自己讲啊 有智慧 实时要思维这样的道理 你慢慢就得到 定力 跟智慧 就得到种词 那你的善永远不会丢失 现在看另外一个解释 种词有分成 他的功德无量 他种词 他说可以分成四种 来看 第一个叫什么 法种词 法种词 又名 文种词 什么叫文种词 或者法种词 就是 于佛之教法 文词 不忘也 所以得到法种词 或者文 种词的人 他 所听的法 一经耳根 永远不会忘记 听一遍就不会忘记了 这个就是得到了法种词 那我们没有得到的人 听了一遍 第二天就忘记 变一半了 再多一个礼拜 好像变一点点 所以改天再讲好像又很陌生 有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 听是听 没有证到这个法 不记得这个法 那记得的 永远会记得的 就是叫做得到这种法的种词 而且他们这种法种词 不是说 只有 这一生 不会忘记 他会 带领你永远永远都不会忘记 那种的生生世世都不会忘记所听过的法 第2是什么种词 义 种 词 是什么 于诸法之义理 种词不识 就是你不管 学了什么法 对所学的法的 意识跟 真理 你可以 种词 永远可以 不但心能够接受 受之 就是能够受之于心 持之于生 就是你心口 都能够接受 也能够去行 这个叫种 这个叫种词 你一直 身 身心 两方面 都能够 总词所听到的道理 跟意义 这个叫义种词 譬如你们学到一个法 什么法呢 般若法 心经 你们都会念心经 心经也是讲法 对吗 讲的是什么法 般若法 般若法讲的意义 是什么 它的道理是什么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色不亦空 空不亦色 就跟你讲什么都空 有没有 等一下又受想形式 一夫如是 色力子是诸法空相 是怎么样的呢 空相的意思是怎么样呢 空的相貌是什么 不生不灭 不够 不净 不净 也就告诉你说 也没有够 也没有净 一切一切也没有所谓的 够 或者清净 也没有所谓的 好 或者坏 善 恶 也没有 暗 跟亮 经经是这么讲 但是 人活在世界上 又不这么认为 五点很吵 很暗 等一下现在 社会的秩序不好 太早出去 给人家抢 什么 我们还会 还会被这个像 绑住 然后看不空他 对不对 所以就是 你虽然知道这个义理 无暗 不够 不净 不真 也不减 还有不生 也不灭 当然也不明 也不暗 这可以套在所有的境界 对立的境界 亮跟暗 也没有亮 也没有暗的 因为你觉得有暗有亮呢 是凡夫认为 可是真实的 波罗的道理来讲 没有空 没有有 不空 不有 不暗 也不亮 有暗跟亮呢 是凡夫 无名 才这样子认为 心经讲是没有 那我们人的 就觉得有 然后也觉得说 暗的时候呢 比较危险 亮的时候 就比较安全 都是我们自己在分别 凡夫有第六意识 很会分别 然后觉得这样对我好 这样对我不好 所以我为了保护我自己 我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有没有 这个是凡夫的境界 今天呢 波罗讲的是菩萨的境界 佛菩萨的境界 他们没有无明 他们有智慧眼 他看到的是 暗跟亮是一样 明白吗 生跟死是一样 也没有生 也没有死 有生有死的是 这个肉体 肉体死掉了 可是你真的死了吗 你没有死 阿拉耶士离开身体 变成中阴生 还去找另外一个身体 去投胎 又再去转世 对吗 你的那个信 你的佛信不会死 你明白没有 那讲的是佛信 所以心经讲 不暗不亮是讲佛信 佛信里面没有分别 那我们人不信佛信 我们信假象 假象就是有暗有亮 明白吗 凡夫就信假的 暗也是无常 暗也不够 暗个两个小时 等一下就亮了 对不对 明也是明个几个小时 又变晚上了 这个境界很无常 很虚幻 不是真的 真的是那个本来就没有暗 没有亮的你 可是我们不能够念自信 每天念假象 所以我们就 就有很多的烦恼 很多的压力 或者看到什么就怕了 然后你不会想到 自信没有这个境界 这是假的 你不能 你做不到 因为你没有去念这个义理 你没有去种词它 你听是听 你懂是懂 可是一到境界 你还是慌 为什么 定慧不够 智慧不够 定律不够 所以譬如我讲这个波罗法 你就懂了 就是这个意识 这样明白吗 那要怎么样才能够开这种智慧呢 念阿弥陀佛可以吗 对呀 阿弥陀佛是什么 翻译成宗词是什么 无量光 光就是智慧嘛 无量的智慧 你念阿弥陀佛 你有无量的智慧 然后当然了 你就会看空 你就会觉得说 根本不用怕 谁会保护你 谁会保护你 自己保护自己 你怎样保护自己呢 阿弥陀佛的神 对 对了 对了 你说的是对 就是 自己 保护自己 自己快点 所以你们就没有想到说我去到哪里我不要怕为什么呢 无量光 第几个院长光明照出 他的身心的 有没有人记得 小彬彬有没有记得 你没有听到那一段吗 因为你那时候还小 两三年前你还小 我给你们看 所以我告诉你们 你们虽然念佛 你们还有很多害怕很多顾忌 表示你们阿弥陀佛 信佛名号 信得不够真 然后还觉得有害怕 表示你念佛念不够 你的 安全感不够 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念往生座 往生座念了三十万遍 阿弥陀佛涌住你的顶 你什么都不用怕 天塌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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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个三十万遍变成甘荣 幸福年红快乐的 不需要惊命的 你跟这种惊命的 心里有鬼 你才会怕 为什么 因为无量节伤害过很多众生 谁都伤害过 你也伤害过 我也伤害过 我们曾经杀过众生 吃过众生肉 对吗 也穿过皮衣 也 钓过鱼 无量节也可能杀过人 放火什么都做过 多地狱也曾经有了 所以罪业还在那里 然后呢 所以呢 会怕 心里自动的看到坏人会怕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罪业还在 我们很自然的反应 你不用特别去怕 但是就是会怕 因为罪业在那边 就是你自己没有感受到你的罪业 可是你会害怕 就是 还会有一些不好果报会跑到你身上的 只是 他们在那边排队 等着要来了 所以你有不安的心 可是 这个往生咒里面就有讲到说 你每天 迟往生咒 迟到满三十万之后呢 你 阿弥陀佛藏住你的头顶 六十户身 二十小时一直保护你的身 然后呢 怨害远离 所有呢 要来报仇的那些冤亲在主 他要害你的 那怨害会远离你 他们不会碰你的 因为阿弥陀佛在你身边 他们看到光 他们看到佛 他们怎么会敢害你 鬼哪里会敢害你 看到的是光 而且你有慈悲心 他也 会感受到 对不对 然后再来呢 现世会安乐 临终会生息 这个好处你拿到了 你没有念过 你不会觉得的 你还是会一种害怕 因为时局很乱 大家都怕 你会怕 就是表示你还有债 还有债在那边 而往生咒是可以拔一切业障根本 拔你的业障 拔你可能会受的暴障 将来以前造的罪 将来要受的暴障 现在就跟你拔 又拔你的烦恼障 让你不一起烦恼 不会贪嗔痴 不会很 忧愁 苦恼 那些都会拿掉 所以因此你会感受到呢 比较容易念般若 就是境界来 你根本都不觉得不管他是暗不暗 你看得到就好了 就是你不会再去想到 一个人有戏了 人来了 你不会那样 不会大惊小怪 不会怎么 因为你不会去注意那些 为什么不会去注意呢 我想就是 就是 阿弥陀佛默默中在护着我们了 你们懂不懂 我的意思 让我给你看 身心柔软的那个院 第33院 你看 大家看 这个都是我 我讲过了现在 设我得佛 十方无量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众生之类 蒙我光明 触其体者 身心柔软 超过人天 若不遏者 不取正觉 假设我成了佛 十方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是什么意思 也是一个数目 很大的数目 就是讲 无量无边 很多很多 无量无边不可思议 这么多的世界 所有世界的一切众生 不管哪一类众生 只要能够呢 因为我放无量光嘛 只要我的光触到他的身体的话 他身心一定会柔软 身心柔软就是 不怕 不怕 不怕有人要来报仇 有人来杀你 打你 你不怕 你会柔软接受一切的境界 然后呢 超过人天 你不会看到你就 马上紧张 你看我们一紧张的时候 我们的肌肉会不会比较 我们的肉会比较紧了 有没有 你看啊 如果你给医生打针 你怕痛的时候 你不会 看个针 更难下去 然后更加痛 有没有 因为你紧绷嘛 所以心 紧张 身体就会硬 也会紧张 这样的境界就是 其实是 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 不健康 对身体哪里好 身体你要 relax 不可以这样子压力的 压力的人 很多病了 明白吗 那所以身心柔软就是表示说你很 很 relax 你不会有压力 有什么畏惧 什么害怕 这些钱不会拿走 假如你蒙到阿弥陀佛光照处 那么什么时候阿弥陀佛会放光来照你呢 你知道什么时候吗 如果你听进去那你就是拿到这个宝了 他就得到这个 功德了 总持不忘 总持不忘讲的这句法 那我什么时候讲过呢 我有给你们看吗 当时我讲十六观 我有拿十六观经的一段文来解释吗 我再重复给你们听 十六观经有讲到阿弥陀佛放的光是要来照什么人 念佛的人 所以你一念佛他就放光照你 明白没有 记得啊 不可以忘记 所以我问你 什么时候阿弥陀佛会放光照你 你怎么回答 念佛 的时候 所以你看到一个影子来你一点怕了 赶快什么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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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如果你看到害怕的境界你还不会念阿弥陀佛 那你真的 这个道理没有入你的心 你境界来的时候不会用 为什么你不会用 也是因为你 这个道理不静 而且平时没有念佛 没有念惯 没有念惯呢 你做梦的时候不会念 境界害怕 来了 危险境界来也不懂得念 就念不够 只会说 惨了 不懂说阿弥陀佛 只会说 谁敢 真的 因为我们有遇过这样的境界吗 那个驾驶没有来 他病了 他就是讲我跟他一起坐在同一部车 我们那天差一点翻了 2010年的时候农历新年过后 我们弯到这样弯 他的车轮那个居士的车轮刚好 他刚修理那个人没有酸井 那个螺丝 从槟城开到KL 过了那个TOW要进KL 很弯 那个地方 然后到了那边就下大雨 我就奇怪 他失控 他那个车一直这样转360度 转回来这里 我一看这样子 为什么这样 他也在那边 我马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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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心里 我当时想 交给阿弥陀佛 给阿弥陀佛去安排 然后我就很自然 阿弥陀佛 我也没有怕 只是我觉得 就放下来了 就算了 应该怎么样 阿弥陀佛 帮我安排 我没有怕 只是我马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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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看我念 他们也跟着念 唯独那个Driver 他 不是Driver 就是在我来死人班 那个Driver 他是其中一个坐在后面的 后来事情过了 他跟我讲 他说惨了 我想说 我第一个念想惨了 一定撞那个斜坡 他就打这个妄想撞斜坡 他没有念佛 只有我们三个人在念 因为他们另外两个看到我念 跟着念 那结果我们这样转回来的时候 就停在 差一点就掉下那个龙沟 没有掉就停下来了 你说奇怪不奇怪 没事 所以就停在旁边 所以人家 车每一辆都开很快 他们没有撞我们 然后不久 就有一个人停下来说 有没有要帮忙啊 这样子 所以那个境界 是很危险的境界 之前我在美国已经有碰到 快要撞到 我也是会 自然念阿弥陀佛 也是没事 不过这一次真的很明显 很危险的境界 后来才知道整个人 都已经要 掉出来 这样子 我一直说 你平时没有念佛 一到境界 你不会念 你说我会撞这个 会撞那个 会想那些 然后很怕罢了 可是我只是 就是会知道要念 因为 我们 念惯了 为什么要念这么多 千念万念 就是为了灵终那一念 能够念得出 不是念儿 念女 也不是念我这个事还没办好 原来忘了你不要来找我 不是念那些 无常鬼不要来找我 给我多活几个月吧 几年 不是念那些 你还是 念到很开心了 只是念佛了 不是念病 根本也不会生病 如果你念佛念得好 灵终哪里会病 尤其往生咒念了三十万之后 还有继续念佛念到你得三昧 你哪里还会病 业障都清到晚 会一只十只走的 所以那些是 真的很诚心要去极乐的人会这么修 明白吗 不够诚心的人 就是还是每天 糊里糊涂跟着业障跑 忙这个忙那个 忙到最后一口气 阿弥陀佛都念不熟 然后一到境界还在起烦恼 不受用 没有精神受用念佛的好处 如果念到念佛念到大喜冲便是很欢喜 然后一直逢凶化吉 一直让你 一切求愿 都得到满足 满你的愿 一定有信心 你一定会想 我一定要安排 也求阿弥陀佛安排 让我这一生 还没有往生之前 就已经可以念到有功夫 可以一只十只而走 你懂得回向发愿 这样 你到时一定可以的 所以我现在就是写了一篇总回向文要给你们的 我会给你们的 我会解释给你们听 这些顾虑 这些害怕 那我在回向文里面都已经讲好好 教你们怎么样 把你所修的功德回向 然后 要回向什么事情 这一生 你要修到怎么样 还要照顾谁 还回向给你家人 回向你过去世的父母 六亲眷属 你过去世的燕金债主 这些全部都要 考虑好 然后你 你自己 还有这个世界这么乱 我们要回向给世界 还有回向近虚空变法界 一切众生 还有你要怎么往生 都跟你学好 客奔都说好 你敢用你吗 哪一早 就是把你的回向 把你所修的功德回向这件事 这些 就是等于写剧本 因为一切为心照 你的心会照你将来要演的戏 要做的 是 你将来会做佛事 做鬼事 还是做出生的事 就是看你的念头 可是你的念头有回向发愿 就跟着你的 回向发愿的路走 明白吗 所以你们都会修 不会回向的人 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方向 明白吗 会给境界拉去 会起烦恼 会担心这个 担心那个 心里不安乐 修到的不安乐 这个也怕 那个也怕 心里不安 那就是你没有受用佛法 你没有 发愿 所以修行人 没有发愿的话 你就等于是盲修侠恋了 没有开眼睛 一直走路走路 走到路中央都不知道 给创造也不知道 意思说 被境界转道已经堕落了 还不清楚 因为你没有开眼睛走路 我们每天都在走路对吗 活着就是在走路吗 可是要开着眼睛走路 就是愿意推动你去走 你才会呢 走到对 不要走歪了 自己都不知道 这样明白 16关经 给你看 那个 这一段呢 小病病应该是有印象 我问你 阿弥陀佛有多少个像 8万4千像 每一个像有多少个好 每一个好放多少道光 他只会记这个 记数目 你看 大家读 无量受佛有八万四千像 第一像中各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一一好中富有八万四千光明 一一光明变造十方世界念佛众生 舍取不舍 OK 这个讲谁 无量受佛就是阿弥陀佛 释迦摩尼佛说 无量受佛 他本身的像 像释迦摩尼佛是32像 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像 每一个像 又有八万四千个随行好 随行好是比那个像更维系的 庄严像 那个叫随行好 每一个像 都有八万四千个随行好 然后每一个好呢 又会放八万四千道光明 那么总共放 整个身体放多少道光明 八万四千 乘八万四千 再乘八万四千 那么放那么浩瀚那么大的光明 是为了谁呀 每一道光明都可以 你看 八万四千 乘八万四千 再乘八万四千 三倍 三次乘 这样 都可以 每一道的力量都可以 变造十方世界 念佛众生 摄取不舍 这句话 如果你中文程度很好 你读了 你就非常感动了 你就很安慰了 我不惊了 不惊了 佛这么伟大 每一道光都可以造十方世界 那么他不 只有一道 八万四千 成八万四千 再成八万四千 都是造 十方世界 念佛的众生 只要你念佛 我就摄取你 我就等于是说 拉着你了 我不会放手了 我会拉着你 我会保护你 你不会有问题 即使以前你造了很大的罪 我都有办法保护你 我会帮你解决你的厌亲寨主 那请问 阿弥陀佛保护你 你的厌亲寨主 会不会 会不会离苦的了 他报仇报不成 他不会恨你 会不会恨你 会不会再来害你 几天 不会的 阿弥陀佛保护你 他也会 也会保护你的厌亲寨主 也会度他 离苦得乐的 所以双方面来度 所以你看多么好 你们要帮助你的亲人 还要帮助你的厌亲寨主 你找谁 找阿弥陀佛是最好 你念佛 你念佛 阿弥陀佛佛 佛光照你 他保护你 同时他会保护你的厌亲寨主 同时也会保护你的家人 你想 你关心的人 你回向的对象 他一起保护 所以 借着阿弥陀佛的光 你可以度一切 众生 你们知道吗 这样懂了吗 所以弥陀名号 很殊胜 不可思议 不只是说保护你 他会让你跟所有众生都得到什么 无声法忍 跟什么 诸身种持 刚才讲了 这样明白 现在看 继续看那个名号功德 那么现在第35院也是讲名号功德 大家读 这一条院 第35院 他的功德 名号功德 可以帮助所有想要转女成男的 人 女人 可以满你的愿 他说十方无量 不可思议 诸佛世界 其有女人 就是哪一个世界都好 只要那个世界有女人 而那个女人有机会能够闻我名字 听到我阿弥陀佛的名号之后 就觉得很欢喜 充满信心 自己有了依靠了 阿弥陀佛才是我们的真正依靠 然后你什么再也不怕了 把自己的生死把自己成佛这条路交给阿弥陀佛来安排 来帮助你 你有这种信心 这个欢喜心 觉得自己得救了 然后呢 就一心念佛 每天发菩提心 不要再发脾气 不要再起烦恼了 不要再压力 不要再像凡夫这样 烦烦恼恼 又愁苦恼 我要发菩提心 不顺的境界 我也要修行 借不顺的境界 修我的忍住波罗蜜 修我的波罗蜜 看空他 我就有波罗的功德 波罗功德是最高的 因为越来越高 布施之界忍住 精进禅定 波罗 一层一层越来越高 所以波罗的功德是最殊胜的 那你就想 不顺境界 是给我修波罗蜜最大功德的好机会 所以 你就 发菩提心 你就想说 以后我要做这样的人 我要发菩提心 我不要再 像凡夫 经不起考验 一点考验就受不了 就要来烦恼 我不要做那种懦弱的人 我要做坚强的人 我是大丈夫 我是发菩提心的修行人 我不要做 小女人这样一点点就看不过眼 就不顺了 就来起烦恼 我不要做这种小女人的心 的 修行人 我不要女人太 我要转女成男 然后 成男还不够 我要转男成大丈夫 从大丈夫又变菩萨 然后变佛 我要一层一层 就是来转变我的心境 跟心量 我心量不要像 懦弱的小女人这样 这个也看不过 看不过 心里狭窄 每天只看到这个 然后在烦恼 这个 还有很多事情 他也不知道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可以 帮助众生的 他也没有想到那个了 只是在去他老公 怎样对他 儿子怎样怎样 讲一句话 让他不高兴 就是烦那个 他就没有想到 还有很多事情 值得你去修的 你知道你儿子那么不乖 那就是他罪业很重 或者是他 跟你的 缘很 不好 那你就赶快要修更大的功德 回向给他 那怎样修功德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 你们发菩提心的人 会懂得修 菩萨道 菩萨道呢 其中一个就是要随喜功德 有没有 普贤恨愿 礼尽诸佛 称赞如来 广修公样 忏悔业障 还有呢 随喜 功德 为什么你不修随喜功德 你儿子不孝顺 你就看看呢 你周遭的那些朋友们 妇女 你认识的 亲人朋友 都是 有儿子的 他们儿子很孝顺 随喜功德 你儿子那么孝顺 很开心 为他儿子孝顺 开心 不为自己儿子不孝顺 而烦恼 那是 懂得修功德的人 他就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儿子 儿子一定变孝顺 你就不会修啊 你只会 信量小 为儿子的问题 烦恼 而没有想到我可以怎么样转我儿子呢 我要修菩萨道发菩提心 这个我是讲女人的 因为有一些 有些妇女很烦恼自己的孩子 很难教 我听 今天 听谁讲 听人家讲说 现在的孩子年轻 十多岁 连小孩子都懂得自杀了 为什么越来越多年纪轻轻的就会自杀呢 因为他们说他们在discuss 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喜欢玩computer game 那个game里面是杀了 他杀掉那个人 那个人又会复活 复活又再杀 杀了又复活 所以他说是不是薰太多了 以为我自杀了 很激气自杀了 等下我活回来 就这样自杀就死掉了 是不是 被影响 他们就在那边discuss 所以也就是说 做妇女的现在更难教小孩 明白吗 不容易教 所以你会很烦恼的 可是不是每个家庭的小孩都会玩 玩那个电脑游戏 那为什么有的父母家长就管不到孩子 一定要给他最少一个小时玩 不然的话那个小孩也心不平衡 他会讲说妈妈为什么 别人家我的同学们 他们父母都给他玩 为什么你不给我玩 那为了安抚他的心就给他玩一个小时吗 有的是这样来控制 可是未必 我觉得这个还不是最有智慧的教法 你应该要解释给你孩子 你要有智慧 有口才就解释给他听 他会听你的话 但是你做父母的也要行为检典 要做一个好榜样 他们才会服你 才会听你的话 所以教不到孩子 一定你这个做父母 也是一般 生到一个冤亲在主 你怎么样做得好 他也是看不顺眼 那你要忏悔业障 偷偷拜你的儿子 每天顶礼他 顶礼他 默默中顶礼他 你跟他之间的冤业 那他慢慢就会转性 而且 你就 做功德回向给他 也会改 所以有方法的 发菩提心的人 会用佛法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在反 也不会用比较愚痴的方法 你要用比较治本的 不要只是治 不要罢了 ok 这样明白吗 所以你们 知道阿弥陀佛无量光是 智慧无量 你只要多念佛 你就可以 有要救 当然你也可以救你的一切的不顺的境界 所以你发菩提心的人就是这样 越来越可以接受一切境界 柔软心接受 不要烦恼 不要害怕 你会越来越好 只要你回向你越来越好 你就会越来越好 一切为 新造 你要善用你的心 你就有功德 不会善用你的心 只是一直固定说 永远这样就是不行 那样不行 这样不行 你这样子的人 你就是在制造 永远就是不行 你明白 那个信念很重要 你讲 这样找啊 我已经听到好几个case 很多个区 是那个 公园 那些给人家运动的地方 太早出来 人家都不敢了 因为说 有强确的事 种种 大家都会怕治安不好 真的到处都有这个problem 那所以大家就 就被这样多的黑点看了 那真的 应该所有地方都会这样了 你就定型了 你就以为每个地方都是这样危险的 这是一点 所以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不好 这个概念 你就已经很强烈的信念 我告诉你 你信心不在阿弥陀佛可以遇到保护光保护你 你不信这个 你就信说 我听说有太多case 所以我相信 最好什么地方黑暗的你都不要去 不要怎么样 这个就是你 你的信念在那里 可是你又相信 一这样就会有这个problem 你自己制造 你真的会碰到 这样明白吗 还有第2点 我就讲这世女过去是还有欠人家 所以你还会害怕 这个 这个债还没还 那这个债 要还可以的 你就用功一点嘛 念往生周念佛 念久了就是还债了 你就不会有这个顾虑 明白吗 有得解决的 你们不要 好像 看到太多新闻 看到这个也不好 那个不好 就很害怕 不安 不安乐 为什么你们都会被世界的不安而害怕 就是因为你 没有念到 就是很专心 信心不够 怨心不够 念佛 因为念佛 以不够信心的心来念佛的话 当然 就很难感应道教嘛 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没有感受到佛光照处你 而且念佛的时候 又不是真正念到很开心那种 念佛的时候要开心念的 不是念到很勉强的 你要觉得 因为阿弥陀佛这么好 功德那么大 12个愿 都是讲他的功德 我要很有信心 开心去念 充满欢喜心 因为 阿弥陀佛也不要勉强你 你只要一心念我的名号 或者欢喜心来念 我一定会放光照处你嘛 对吗 那所以你就知道用什么心态 信心最重要 相信名号功德 不可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所以我念佛 我一定蒙光照出 我都跟你们讲那个故事嘛 喝酒的人本来鬼要推他下去 结果他喝水 他喝水 他刚刚醉酒 跑到河边喝水 他喝一口的时候本来鬼要推他都推不到他 因为他一边喝一边阿弥陀佛 他一年阿弥陀佛光就 从他口就射出来 就把那个鬼弹到很远 那个鬼不能碰到他 推不到他 对不对 连那个喝醉酒的人 阿弥陀佛 哎呀 都有耗力 何风你都没有喝酒 当然有耗力 你自己没有信心 没有一心念 是怪你自己不信 不相信阿弥陀佛的 慈悲到那种程度 即使喝醉酒的人 肯念他一句阿弥陀佛 他可以保护他 鬼不能害到他 不然鬼早就已经 决定要把他 当作替死鬼了 要把他 把他取代自己的位置 他要去投胎了 哪里知道就miss the chance 就因为他 喝三口三口的念阿弥陀佛 保了自己的这条命 你们知道吗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那个人的故事 所以就是说最好是实时念佛 你一定 没有问题的 其实念佛有15种功德 我们有很 最好的靠山 因为阿弥陀佛 我能跟你讲 单单他后面 头后面的那个 圆光 都 多大呢 百亿个三千大千世界 他的圆光 本身 我们画出来 是这么小 其实 不是 圆光后面 头后面的 那个圆光是 百亿个 娑婆世界 这么大 我们离开极乐世界是十万亿佛国度 他那个是百亿 百亿个三千大千 他这个本身就已经很广大 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了 圆光也这么大 深毛孔 每一个 像好里面所放的光也是这么多 每个毛孔也是流出光明的 全身每个毛孔都 就无量无边的光啊 时时都是来射受念佛的众生 可以造 十方世界去 那所以如果你们呢 听到阿弥陀佛名号所有的女人 欢喜 相信 好药 然后发大菩提心 让自己的心量从一个女人态转成 转女成男 就心量大一点 再来变成大丈夫能单单责任 不怕辛苦 不怕 不怕麻烦 不怕人家呢怎么样子来冤枉你对付你 不怕 我能忍得住 我是成熟的人 我是成功的人 我是坚强的人 我是独立的人 我不怕 风吹雨打 你有这种单单的那种大丈夫的责任 你一定可以成就圣贤嘛 将来会做圣贤成佛 如果你没有发这种心的话 你就永远能让自己只能够能耐这样多 再多一点我不行了 我一定是倒了 我就完蛋了 所以一般人都会这样 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回向发大菩提心 没有回向 回向闻 没有等诸佛心 同诸佛愿那种愿 你没有发那种愿 你永远是有限量的 再大一点考验你就受不了了 可是有发大菩提心的人 你会 一路一路很顺这样走过去 越来越能忍 越来越觉得也不是问题 小事情了 因为你已经 觉得 这个不是坏了吗 因为我们的主观很重要 你主观 一觉得这不好 你马上就不能接受 如果你不要那么主观 你客观一点来看 他也许有他的困难 或者你在用佛法来看 你就不觉得这个给你麻烦了 这个境界也不是很难了 这样明白吗 我们不要用主观 我们要用佛法的眼光来看 用佛菩萨的眼光来看 不要用你个人的主观 没有智慧的那个主观来看 你一定是 是有限量的 心境 心量 都是有限量 没有办法接受 一些境界 这样明白 OK 我要给你们看 我说阿弥陀佛身上所放的光 要照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很容易 所以你们记得 你们在家里好好修行 尤其没有上班的人 好好念佛 然后你念佛 念往生做回向都可以 请阿弥陀佛光照出加持 整个娑婆世界 所以 小事情小事情 没事没事 你只要好好念阿弥陀佛 佛光照出 阿弥陀佛是放无量光 他是造 十方世界海 不只是我觉得他应该不只是造这个世界种里面 不是只是造这个普照 十方赤然保光明世界种 不然你就发这个愿 我都有发这个愿 希望以后我成佛的时候 我 可以射受 射受十方世界海的所有众生 我不要只是 只是我住的那个世界种的无量无边世界 也不是只是一个华藏世界里面的众生我要度 我要度到哪里去 十方世界海的所有众生 因为我懂了这个之后我就发这样的愿 所以一切为什么 为新造 只要有发这个愿 以后去极乐世界就继续努力就好了 OK 所以 我们一定要开智慧 不要做井底蛙 每天看到一点小事情什么就来烦恼 就没有想到呢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要度 我们要不要成佛 成佛最重要嘛 要度众生对不对 所以你要心量放大 所有来伤害我的人都能离苦得乐 那你还怕说 一大早 等一下会来抢你的东西吗 你就不怕这些了 对不对 真的 真的要发大愿的 发大愿在用回向呢 根本佛光照出你 愿害远离也不可能会有问题 这样明白 这个要努力 你要真正脚踏实地去念 念够了 你就有感受到那种 那种互念的 好处 所以我现在 我一直跟你讲 最近好像在跟你们讲 在介绍那个食谱一样 那道菜很好吃 怎样好吃 怎样好处 吃了有什么可以养生 又可以养皮 养胃 养十二条青络 什么的气血也会寻畅 有什么好处 其实你要真正去煮来吃 对吗 你要真正去念 你不去念呢 永远呢 说食俗宝 不是你的 我们现在讲了几个功德啦 几个名号功德 几个了 第三个就是讲 假如有女人闻到佛名号 很欢喜 很相信 从今后觉得自己有了依靠 一心一定要呢 让自己呢 这一生就能够去极乐 活着的时候 再要不要再去执着说婆的一草一木 一切一切都觉得有因果的 谁对我好也有因果 谁对我不好都有因果 我要还债 对我好是因为我曾经对他好 他来还债 对我不好 因为我曾经害过他 他要来讨债 我都欢喜接受 我都不要去 去烦恼 我不要去执着 也不要贪爱他对我好 也不要讨厌他对我不好 我不要有这种喜欢跟讨厌的心 我要发的是觉悟的心 觉悟这个是一种因果的显现 而不要去生起 喜欢讨厌的情绪 因为如果我对说婆看到的东西 听到的声音有情绪的反应 有一种情感执着 表示我可以去极乐吗 不可以 为什么呢 去极乐的人 不要讲去极乐世界 要去天上的人 尚且 活着的时候要100%理智 何况 你是要去极乐 你更要借境界一直修福修会 不是来 情绪化 喜欢啊 讨厌啊 恨啊 欲啊 喜怒 哀乐 哀物欲 就叫情啦 有动情的话 看你动的情深跟浅 越深就堕落了 如果呢 一半理智 一半的感情的话呢 会继续做人 但是如果纯理智的话啦 升天 纯理智再加上遇到境界 不但呢 不会喜欢 不会讨厌 还会修福修会啊 可以去佛国 见十方佛 所以呢 就是说 如果你们女众呢 听了之后 愿意往这条路走 往这条来努力 只要你回向 你就会越来越可以 像你回向文那样 跟他合而为一 你就做得到了咯 信不信 信不信 信要努力呢 所以呢 你们要拿到这个宝的人 要天天来听 我时间到了 我会讲 今天应该没有空讲的啦 那个回向文又很长 我已经做好了 明白吗 我要特别报名的 你们要报名 写你的名字 中英文名 然后你要真正的去 去念往生咒 真正的要发愿 把它念满三十万遍 求生西方 再做这个回向文 你就平安了 没事了 就可以很成功的去 要认真的咯 这样明白吗 那现在讲的第几个 第几个了 第三个 第三十五页 就是说 如果你发菩提心 不想要再做女人 不要再像女人这样心量小 起烦恼恨 所以不要像一般人这样 最起码男人没有隔夜愁 我要转女成男 我也不要有隔夜愁 对不对 不会恨人恨到一辈子那种 不可以 不可以有个隔夜 隔夜愁 隔夜愁 不可以有隔夜愁 这个是 第一步而已 不是好伟大 还不够 根本一个愁都不能了 当时都不可以有愁 还要隔夜 对吗 没有隔夜愁 那还算差的 那个只不过转女成男 但是呢 要能够人家对你不好 你都不会有仇恨的心 那才厉害 那大丈夫咯 对不对 再来菩萨的话 不但不会起仇恨心 还如饮甘露那么甜 还发愿说 这样对我的人 我第一个 度他成佛 对吗 我一成佛 第一个先度他 而且呢 我把功德回向给他 一定离古得了 那个就是佛菩萨的反应了 这样明白了 菩萨的反应 所以你要进步咯 你的仇恨心要慢慢捡 捡到 根本不起仇恨 而且还感恩 还很开心 然后还会发大愿给对方 然后去到哪里没有仇人 只有恩人 一切众生都是恩人 为什么我这么讲 菩萨这么说 菩萨菩萨讲 一切 菩萨 菩提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 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华严经 王中之王的大经 这不经的精髓在菩萨恨愿品 他讲说 菩提是属于众生的 你想要成菩提 苹果被你剖胎生法 众生 某众生你不会生法的 菩提属于众生 如果他说一切菩萨 如果没有众生 的话 他们不能成佛 要成佛要靠众生的 众生对你好 你也不贪爱他 也不会执着他 对你不好 你能忍让 你能慈悲 包容 你又能够发好愿回向给他 你才能够成就你的慈悲心 对吗 还有成就你的忍住菩萨 成就你的愿 才是真正有愿的人 平等愿的人 有平等心的人 是给你修无量无边的大乘法的机会 所以没有他们 你怎么成就真正的福报跟智慧 福慧双元才能成佛 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你就会了解说 我一定要改变我的心 我要有菩萨的心 菩提心 我要转女成男 开始是学 从一个有仇恨心 改成没有隔夜仇 然后再来呢 仇五分钟 再来呢 仇一分钟 再来不仇 不恨 再来呢 不但不恨 还没事 有定力了 你要这样进步 进步到像菩萨这样子的 这样感恩说 是他送菩提给我 是他成就我的菩提心越来越大 成就我的菩提果的人 就是 这些众生 所以呢 对众生要起平等心 还是有偏心 谁对你好对你不好都平等看待 对我好也是成就我 对我好的话 我也能训练我不要执着他 没有他我还是可以活 对我不好的话 也是训练我 我对你不好 你还可以开心念佛吗 还是你的 欢喜心就不见了 那你欢喜也是有限公司 所以还是感恩他 对不对 所以顺与不顺 好与不好 我平等看待 我不要去喜欢跟讨厌 我心不要执着假象 我用心经来看 照见什么 五蕴皆空 万法皆空 还有什么是空 一切都是 不合得 无所得 无所得 是假的 是空的 我得都是 渗死的 对我不好都是渗死的 对我不好都是渗死的 不是永远的 是不是 即使最恩爱的夫妇也不能永远对你好 也要一个先走嘛 他也不会陪你去死的 不可能的 没有人会陪另外一半死的 很少的 如果 如果是两个一起去自杀死 那两个一起堕落 所以就是讲说 你们要了解 一切一切境界都是暂时 如幻如画的境界不是真实 不要 借这个如幻如画的境界来造恶业 应该借这个境界来发什么心 发 菩提心 修 功德 规矩 如果你有发这个心 你可以往上品上身的路走 因为上品上身的人就是活着的时候 就是这八个字 大家读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什么事情 发菩提心 修功德 修忍住波罗密 修精进波罗密 修禅定波罗密 修 慈悲喜舍 这些 喜舍 事无量心 舍掉这个境界 不要执着这个境界 都是借这个境界来修这些种种菩萨法 大参法 这样我们才能够早日得解脱 才能够成佛 你不修这些法 请问你会快乐吗 请问会快乐吗 不修菩萨法会快乐吗 不可能的 因为不修菩萨法的人呢 就是尽量很小 很容易呢 一到境界 这个就不顺又来起烦恼 可是你信量已经开阔到那么大 这些境界 你都觉得都是给我功德的机会 你这样来想 你当然开心 对不对 心境完全不一样 所以呢 请问你们一个问题 行菩萨道 是不是行菩萨道才可以做一个快乐的人 是不是 我问你一个问题 应该是 你们说呢 是 那你应该要发什么心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行 菩萨道 要舍己为人 要为众生 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念念都是 这个也是你成为你的愿 有了这个愿 其实十种波罗蜜 其中一个就叫愿波罗蜜 有愿波罗蜜的人 他的心念念都要想要清净十方诸佛 广修共养 念念都要想要成就众生 这个就是有修愿波罗蜜的人 我们只知道遛波罗蜜对吗 其实有一个愿波罗蜜的很重要 这个愿波罗蜜你具足了 我跟你讲你不会跑掉了 你只会 一路一路走到成佛的路为止 因为你的心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 不是享受 而是想要怎么样 成就一切众生 更想要去找佛 清净诸佛 跟佛学 怨波罗蜜 对 他说如果你有这种愿悟女生受众之后 如果还会做女人的话 我就不成佛 除非啦 当然你以后做菩萨了 要度女人 宣女人生 那又是另当别论 游戏神通度众生 可是说在凡夫地位的时候 不会再做女人了 你会 将来一定可以 信量越来越大 然后可以 转为大丈夫 菩萨 成佛 这样明白 这个名号 第35页的名号功德 就是说 你念阿弥陀佛 你会不会放下 你的斤斤计较的心 会不会 就会咯 他可以 转女成男 不一定是身体转成男的 心态上转 就是心量大 可以包容 可以放下 可以不会说睡不着觉 一直想那件事情 很多人说睡不着觉 那心里很多心事 他为什么会挂碍那些事 因为心量小 只能够 关心这些事 然后这些事又让自己很烦 又去一直放不下 这就是女人态 那你念佛念多了 又发菩提心 主要这边 又发菩提心的话 你这些毛病就不见 这个也是转女成男的 心境上转女成男 那以后真的就 脱离女生 我看我今天讲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晚上再继续 明天晚上再继续 我们回向 愿意赐功德 庄严佛经度 上宝似重恩 下祭三土库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宝身 同生极乐国 小环节目当 晓材功德 下例子 关心的 反正的一个遇到 杨牙